好 有公卫专家评估呢 说边境有机会在六月份来解封 但是如果要追求疫情森林的话 这付出经济代价太大了 因此呢 专家们普遍认为三月份国内可以先放松管制 抽被子筛检全了年后开工防堵疫情的手段之一 春节南北往返拜年 旅游频繁 甚至有地方卫生局呼吁民众反攻前都得先用快筛试剂 自行筛检 确认阴性才能够上工 但专家却认为矫枉过诊 有症状出现的时候 那你才去做快筛这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 那快筛最主要是要找出高病毒量的隐线感染者 有公司行号要求员工上工前要提供快筛隐形证明 但中国副医副院长黄高斌表示 现行抗原试剂敏感度和特异性虽高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比率的伪扬性 如果疫情不严重 民众也在无症状的情况之下 使用快筛试剂也可能验出一堆没有染疫的人 而真实确诊数和国内解封时间可以说是缓缓相扣 应该还是要观测就是国内外疫情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包含就是说抗病毒药物的研发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预防性投药的抗病毒药物能够及早出来 那这当然对于边境的解封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少公卫专家都评估边境解封 六月有机会甚至表明追求清零的经济代价实在太大 但与病毒共存的时机也还没到 所以预估三月国内可以先放松管制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希认为六月有机会边境解封 至于完全免除入境隔离恐怕要等到年底 一届一届分歧 但大前提是长者的疫苗覆盖率得先提升到九成 否则一旦解封之后爆发疫情 没有打疫苗的长者可能会占据医疗量能 而落实基本防疫势必是重重之重 接着张成君留意学院台报道